來 吃包 有一點 對 可能要更快 好 她是要更快 對 但是我們在進行這個問答 就不能太快 怕妳反應不過來 那我把這個規則 跟大家來說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問妳的問題 當妳的問題是 答案是對或者不對 用嘴巴跟我說就可以對不對 OK 可是妳的這個 臉部跟身體的反應呢 確實要跟你回答到這個要相反 所以 對 對 比方說對的東西 妳嘴巴要說對 但是頭要講 頭要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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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好相反 那如果這個問題答案是不對 那妳應該怎麼樣 那妳頭其實要說 不對 好 那如果對要對 其實很簡單 這個大家都要練 好 要練一練 口是心非 遊戲規則 當妳認為答案是對的 嘴巴要說對 但是頭要大力的左要擺動 當妳認為答案是錯的 嘴巴要說不對 但是頭要猛力的點頭 這是一種反應的訓練 好不好 我來問妳一個很簡單 對 這就對了 好 我來問妳一個問題 很簡單的好不好 來 欸 睡育心是張飛的弟弟 對不對 對 對 橫樹法師是張飛的哥哥 對不對 不對 橫... 對... 不對 不對 停 橫樹法師是女生嘛 對啊 不對 結果妳來 妳剛剛就說 對 不對 不對喔 對 喔 我說 來啊吧 橫樹法師是張飛的姐姐耶 哇 看來這遊戲真的會讓妳神經錯亂 妳自己要多小心啦 反應也要多多練習喔 陳雷的代表作 不是 是愛的主打歌 對不對 不對 不對 我不要很專心的聽那個 不是 然後我要想說 因為我中間跟你頓叮一下 他就麻煩了 對 原來陳雷的主打歌是 是愛的主打歌 是嗎 陳雷的代表作 喔 我想說 應該是我的吧 對 你以為 不是妳剛剛的表情是說 陳雷代表作是愛的主打歌 妳還會讓妳猶豫一下嗎 對 因為我想說 會不會真的他有唱過 但我沒有聽到 喔 不是 不是那天就是 喔 有可能別人會翻唱妳的歌曲 喔 對 可是陳雷翻這個歌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 有 有唱過 而且後來電視我看到他在電視上表演以後 我以後都私底下都這樣唱 哈哈 Elba唱別人翻唱的Elba代表作 我在唱什麼 什麼都覺得 Elba模仿誰 那間分小 好